我得收着 我演周灿 因为她是一个相对而言 比较沉默寡言的一个人 发现她是一个会让人觉得很安心的一个演员 而且真的唱歌很好听 你要是就没有面包的话 就不用谈爱情了 他们的演艺让我觉得 于教授和周灿就是存在在这个世界上面的 散场之后我们还在广场上面擦肩而过 新音话的朋友们好 我是李文汉 我在电影中饰演的是周灿 我是洛洛 我在电影遇见你中饰演导演 曾经我以为 世界上最美好的旅途 是走进爱人的心里 我找到你了 路上小心啊 好像她的每一步 充满了被需要的甜蜜 我觉得是上天给我的最好的影片安排 因为爱情片嘛 爱情片最大的关键是这两个演员 他没有什么群像 他从头到尾就是这个男孩和女孩 可能画面上99%的时候都是在放他们 我真的觉得很多时候就像谈恋爱一样 就是当上天给你这个缘分你能遇到他们 然后你感觉气场特别的合适 就是也愿意赌一赌看 我们可以来一起制作一部爱情电影 我是感觉有被上天眷顾到 他让我遇到了文汉和若汉 然后我们真的创作了一部 我自己很喜欢的爱情片 然后他们的演绎让我觉得 于教授和周灿就是存在在这个世界上面的 搞不好跟我同个厅在看电影 或者散场之后我们还在广场上面擦肩而过 你紧张吗 刚来片场的时候 刚来的时候肯定紧张 前几天磨合期肯定我有点紧张 大家就逐渐就熟了 然后就好了 因为片场气氛其实还挺好 就大家聊着聊着聊开了 就越来越熟悉的情况下 就没有什么 就会都放松下来 他给我们唱的主题曲好好听 因为他在歌手的时候 我不看选秀 我可能之前对他的在唱歌方面的才华 没有那么的了解 但真的是这次通过跟他合作 然后发现他是一个在工作方面 尤其对待工作是一个 会让人觉得很安心的一个演员 而且真的唱歌很好听 当歌手他打演的哪个对你来说挺难的 都挺难的 你来干嘛 准考证 你是笨蛋啊 这么热的心动了 收 我得收着 对我演周灿 因为他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沉默寡言的一个 是 我觉得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 他私底下 尤其熟了之后 整个人特别二 但我在片场其实有收敛 片场 对那会儿因为还没有完全的很熟 对对对 而且在工作状态下面 他就会相对 隔了那么隔了一年 对吧 隔了一年 然后见到也就特别亲切 然后就一下子 玩开了一下 忘了周灿这个人设了 都已经 回到他自己 对 他粉丝对他这方面很熟悉 就他私下的那种状态 有吗 没有什么让我脸红心跳的戏 包括和若涵的一些 比较亲密的气氛也是很大的方法 对 因为他我觉得他在片场 他有时候会把那些可能好像 我们还当时有拍到 两个人去宾馆的一个戏 但是就是会 自带搞笑气氛 就把那个化解掉了 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好像脸红心跳的 导演每天晚上都会找我和若涵 就是如果是重要的戏 就会找我们来就是捋一遍 遇到一些比如说哭戏啊 遇到一些情绪大一点 起伏大一点戏 导演都会来现场调动演员们的情绪 就是每晚交流 可以帮助自己正做的东西 没有每晚的交流 我觉得我靠 我后面刚刚出汗出道了 重场 有重场 重要的戏 快睡吧 这都几点了 晚安 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 向一门没有正确答案的课程 你是挺擅长变费为宝的 但是他背得起来 我以为是笨蛋 竟然是负担 我一般都不回 我就是冷处理的那种 我真的不回 我就如果回的话 有时候会反而激化 我就是冷处理 不回 那要是他也冷处理 那就大家去冷下去 冷到如果最后散了 那就说我们彼此不合适 应该会吵起来吧 得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得解决完了对吧 我们解决的方式不一样 我是用冷处理的方式去解决 你冷处理怎么解决吗 大眼 我冷处理就是我不想跟你讲这个事情 你就不理他了 对下一题 是不是 是不是会觉得说冷处理 其实没有从根源上去改变那个人 不是要去改变谁 就面对这个问题 因为我是逃避性的 对就是直面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放在这儿了 比如说今天 今天他今天打扰我点外卖 他打扰我开会了 我要跟他 就说清楚你 你今天打扰我开会了 我导致我这么那个那个什么失败了 那个会议失败了 就就给给开除了 重要性跟他讲 然后他也会肯定会理解我 我自己是觉得说 面包和爱情不是 是可以做到坚固的 但确实会需要两个人都各自有更大的智慧 然后他们彼此之间能够沟通的更好 能够步调更一致 很多人会有这样的问题 就导致好像给对方的感觉是 你选择的和我选择的不一样 我自己是觉得说能够坚固 我觉得也是能够坚固的 但是就是你要是没有面包的话 就是就不用谈爱情了 有一些就是从校园走到婚姻殿堂的一些 一些情侣们 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些很聪明的 他们知道就怎么去兼顾面包和爱情 我觉得有多沟通 沟通才是解决问题的桥梁 真的就祝有情人终成眷属 祝大家都找到各自的另一半 然后8月4号 齐齐来看电影遇见 一起经历的每一步 都证明了 我们用力的 认真的 全心全意地生活过 所以我们一定会成为更好的人 上